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各位亲友们早上好 今天是9月30日 星期六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 牧师的美乐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我要读的主题是 这是新的问题 因为连他的弟兄也不相信他 约翰福音7章5节 约翰福音7章3至5节 告诉我们有关耶稣弟兄姐妹的 一些令人整静的事情 他们怀疑耶稣不相信他 当他们准备去参加祝盆节的时候 他们对耶稣说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去参加祝盆节 让你的门徒好好看看你所做的工作呢 没有一个想让公众知道 的人会把一切都藏在幕后 如果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是认真的 那就公自于众 显明给世界看吧 第5节特别指出 他的哥哥们这样逼迫他 是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 消息一本之一 他们知道耶稣出生时的情况 从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和父亲 约翰那里听说过这个故事 约翰也曾在耶稣出生的 世上领受过天使的造访 然而他们仍然不信 这是因为相信是由心而出的 感谢神 当耶稣的兄弟姐妹目睹了耶稣神奇的身天后 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发生了改变 那时他们相信了 这是最为非凡的事件 当他们和其他门徒站在一起时 他们一生都认识的耶稣 并没有突然消失或不见 相反 他也荣耀地露身 在他们眼前伸到空中 直到天上 这一次他们意识到 他们有幸 以知一起成长的耶稣 是真正的神 这一不可视意的事件 让他们对主耶稣的来历 没有了怀疑和差者的余地 现在他们真正明白了 主耶稣真的是从天上来的 约翰福音八章 二十三节 如果你沿读使徒行传 路加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 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加入了门徒的队伍 并继继续以他们团聚 请阅读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至十四节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为什么 无论你听到多少故事 零受过多少是天使的造访 你都必须发自内心地选择相信 这是心的问题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节中所说 因为人心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拯救 真正的信心是从心而出的 然而心之必须敞开接受这信息 并且必须要下定决心来拥抱它 哈利路亚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您让我有机会 经常得到你的话语的服事 并表示出我的信心 随时随地 我的心都调整好 是乐于接受的 并为喜乐地领受你的话语 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我调整我的心思意念和行动 与你话语的真理一致时 我就体验到 你话语改变生命的大能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参考经文 罗马书十章十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 使徒行传一章九至十四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误会儿归划选拐 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误会儿赞 误会儿